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欢迎大家来到农场频道的周一长谈 我们加拿大的南边是一个大的国家叫美国 我想大家很多时候放假或者很多时候要购物 都会落到美国来做 美国和加拿大是一个很特别的关系 我们在过去也在很多的战争当中有参与 甚至如果你有机会去到我们的和平共门 常会有说到我们美加两国是一个共同妈妈的孩子 一个children of a common mother 又或者用一些叫做兄弟等等的形容 到了今时今日,在2018年的时候 很多人都猜不到美国和加拿大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差不多要热刺的贸易战的情况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 在我们当中的Kent 董达程先生 一个资深的时事评论员来和我们说一下 究竟美加的贸易战 在我们今天的二十一世纪 2018年 我们加拿大对我们的国民 对美国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欢迎Kent Kent 你好 各位观众好 Kent 我想问一下 究竟我们加拿大今时今日到这个地步 在我们的和美国的贸易战里面 究竟其实有什么情况 想和大家说一说 现在去到一个什么境地 我想贸易战主要是针对我们北美自由贸易 这个已经签了二十年了 加美墨三个国家 当然当特朗普上场 他就觉得整个北美自由贸易 对美国都不公平 要撕毁 所以要谈判 问题就是这个北美自由贸易 根本就是我们加美墨三国 其实在未有这个协议之前 都有很多不同的协议 因为不同的协议 都是很个别性的行业或者产品 在北美自由贸易 就是整个集体谈好 平衡了所有的利害 特朗普现在说要撕毁 用这个做威胁 让我们去个别再谈判 其实这个也不是问题 因为过去有很多以前的贸易是没有的 例如高科技 或者是Digital等等 我们在人才或者物流 这些产品都可以再谈 但是趁这个机会 就做了很多矛盾 但是这个矛盾在谈判桌上 就可以慢慢谈的 用数字 用平衡的 但是特朗普 以他自己的性格的做事态度 以往的态度 用一些出口術 出口商人 甚至说是bullying 令到在谈判桌以外 造成很多的糾纷 这个所谓trade war就是这样 你刚刚说到很多贸易上面有糾纷 谈判 其实过往几十年都有的 无论在以前的布殊的时代 或者奥巴马时代 我们都有不同的贸易的往来 贸易的糾纷 贸易要去谈判 再签署 那究竟用这个叫贸易战 这个trade war 到今时今日 是不是适合呢 是不是真的 我们要到一个地步去打仗 你开一枪 我就还一枪 你开一炮 我就还一炮 是不是到这麽僵化的地步 完全不是 口水战就可能是 我想最重要就是 在北美 我们要看 美国始终在国际 全球 在经济上面 是一个非常之大系的国家 在产品 在他自己的资源也很多 重要就是科技 高科技 所以在全球的经济 運作 trade 很多人都要卖东西 或者他有很多财富 帮人卖东西 当然 如果你有钱去买 你可以选择好东西去买 所以如果你看我们加拿大 只不过是十分一 美国的市场 我们很依靠美国这个市场 因为很近 甚至乎 你所谓的家美贸易 其实等于买过隔离屋 隔离街 开张单的卖法 所以大家都习惯这个方式 就不是以国际贸易的方式 但是 当美国看到 有些行业觉得 是输了给加拿大的 所以特朗普 尤其是在今次 我想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是集中在政治上 为了讨好它 很少部分支持它的人 地区 那些经济利益 的产品利益 而是发动这一次 那你变成了 很少的问题 就变成了很大的问题 我是很惊讶 你刚刚说到 我们还没有到贸易战这个地步 当然 我们说贸易战 我们不是用子弹 或者炮弹来打 是用很多时候 用一些不同的税项 交关税 等等 所谓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其实早几排 三月的时候 其实特朗普 已经对一些 输入美国的 一些钢财 铝财 其实已经说 要加征关税 只不过是给 有几个国家 譬如说 加拿大 欧盟等等 这些地方 或者国家 是有一个暂时的延缓 但是这个延缓 到了五月底 甚至已经过了期 换句话说 他说 正式会要向 欧盟 加拿大这些地方 是真的会开征关税的 这个甚至是连 在布殊的时代 都不会这么做 布殊时代 有想过 向我们的钢财 铝财 去打税 但是到最后 都是给 加拿大可以免关税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 还不算吗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方面 比如说 我们的 牛奶类的产品 或者汽车工业 特朗普都有威胁 还不是打仗 我想你说真的要开战 其实没有 只不过特朗普 他自己说要开战 我先讲讲 如果你说 小布殊 其实都试过 在各方面 是征收的 但试过几个月 美国损失的职位 就很多 变成了他自己要停 他自己的行业要停 工业要停 所以你看到 今次 我们包括牛奶 我们讲所谓 我们的食物 住、食、行 其实三样东西 我们跟美国交易是很多的 尤其是 说住是什么呢 木材 软木 食我们很多美国的产品 尤其是Florida 或者加利福尼亚上来的产品 行 即是车 那哪样是重要呢 我想说 加拿大其实 在软木材 其实在百多年一直都是在争择 因为在产木材这个行业 是一直在演变着 大家记得 我再讲多长一点 大家都记得 如果你说鋸木 真的两个人拉一把鋸是在中间拉的 但现在去到今天的科技 只要在山头 鋸一棵树 放在海上 鋸了它 鋸到岸边 浸了一段时间 就已经去木厂 但是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有出品的 问题就是在这个成本里面 大家互动 变成了这个贸易战 在软木 拗了几十年 那我们其实在八几年 就已经白热化了 但是呢 我们有个和约 不过这个协议 每五年都拗一轮 拗到我们试过 就是美国单方面 要征收我们的duty 那我们去到国际法庭 是在加拿大赢了的 而是那些钱是要赔回加拿大 那问题就是 始终美国会 在这个优势 特意阻挠 它始终都要付 不过拖 不过我想说就是 如果你说牛奶 我们出品的产量很少 只不过在我们政治和政策上 保障我们少数的农民 或者牛奶生产的农夫 其实如果我们可以平衡到 帮到我们的农夫 在这方面 或者是转行 或者是如何优化它 增加竞争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所以如果你说加拿大和美国 是配合了很多行业 我想还有一个角度 美国经常说我们是不公平 原因就是说我们有补贴 所以软木材 我想有两个结构性不同 就是说 我们在加拿大 但是木材种就在官地的 木材商就会拿牌 扣了去 收一个费用 政府收 但是美国就是私人的树林 扣了 所以成本有不同的方式 所以他说我们加拿大政府倒贴 所以两个国家不同的国情 所以大家要带出很多东西 大家要谈要说 我想带回来 刚刚你有几次提到 美国的新任总统 上任了一年半的特朗普 你提了几次 都说他是似作俑者的说法 我想问一下 究竟他是否唯一的 令到我们今天 美国和加拿大两个贸易的糾纷当中 是真是唯一一个要负责任的人 还有我们全世界都要留意到 在刚刚举行的G7的 七大工业国的高峰会 在加拿大那里 完了之后 特朗普就很生气地点名 多次批评我们的总理 杜鲁多先生 究竟是否他是唯一的始作俑者 然后第二 究竟我们的总理杜鲁多先生 做些什么 以至到会激发到特朗普 我们现在英文叫做 trigger到他 让他在网易上发挠 不断攻击我们 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 有几个问题在里面 不过我先回答了特朗普 他的反应怎么这么大 尤其是G7之后 上了飞机 跟着才推文 说我们加拿大政府 尤其是我们总理 我看电视的 我们有20个电视 没错 我想最主要 其实这个也是bullying 因为事实上 在G7的agenda 就是说了 他七个国家 同意的会议 议程 但是在他之前 其实对七个国家 都是征收一些额外的税 尤其是 降同女才 那七个国家 六个国家 都不满意他的 那问题就是 他 Donald Trump 以为 跟人握手 礼貌上 在这个会议程 就等于你就范 那当我们总理说 仍然有很多 这些不必要的糾纷 仍然是未解决 他就 Donald Trump 可以说 飞机就是发烂炸的 我想 说回来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否有Donald Trump 自己一个 决定了 开战呢 其实 我们有很多产品 过千产品 是有来往的 所以 北美自由贸易 一定在协议上 平衡每个行业 每个产品 我们给多少 我们可能要欠多少 我们可能要赚多少 是整个国家 对称所有的产品贸易 令到那些人 可以 在调整之下 还可以继续 生活 赚钱 经济 所以 北美自由贸易 第一次签 已经做完这些了 政府可能还要 帮一些 转行 但问题 仍然有些木材 好像木软木 始终是 互相去影响的 一直在进展 所以有些 不同的厂商 或者商会 就会游说政府 特朗普 很明显 就是他 拿票那几个州份 令到他 发动这次贸易战 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 往往都是多边化 牵涉到很多不同的议题 我们继续 在下一节的节目 我们会继续和Cent 来商讨一下 在北美 我们的两个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 贸易关系里面 有什么复杂性 是值得我们去商讨一下的 稍后见